超出建築田中央加七位艺术家连展 来自各领域的艺术家 透过不同路径 在不同时空脉络中 与田中央建築相遇合作 进而发展出一系列对话 展览以建築为媒介 创造出超乎建築的崭新体验 我们这些展览最主要就要打破 我们一般人对于建築这个观念的一个框架 建築最重要的意义 其实就是跟生活应该要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建築里面生活 这些最重要的体验 它应该是我们在谈论建築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主体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特权 把它让渡给建築师 或是其他的专业者来发言 我们应该这些体验者 他们应该自己来发言 所调景的七位艺术家 其实他们就是一般人 那个利用他们的眼睛 利用他们的手 利用他们的一个表达 来告诉我们说 在一般人的这个看法里面 他们对田中山建築的感受是什么 那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田中山是一个很大的年轻人 一大堆人在工作 那这个工作其实是跨界的 然后我们只是恢复到 像刚刚车展人讲的 大家都继续在工作 继续在互相激荡 然后互相学习 互相在学习 然后我们终于有机会 让建築也跟大家在日常生活一样 然后看见真实 而且没有谁说了算 然后答案大家互相影响 然后再找到更新的路 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 开始对他身边的环境 或者生活 或对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 感觉上自己可以尽得上一份力气 阳明国际的田中央工作群 由建筑师黄申远创立 在建筑之前 呈现他在学时 与成为建筑师过程中 创作的模型 镜图照片画作 这些不受限的习作 成为他进入建筑体制后 对于自由想象的提醒 在正式变成建筑师之前 我还是有一个 所以我的状态比较特别 是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30年之前的我 当时对于社会的观察 对于当时对战争 对于社会阶级 不公平等等的反应 还有我的手怎么在工作 对构造 我一直很感谢的老师 还有当时社会上 我们开始回到 就是像这个相组文学论战之后 对台湾的反应 构造功法等等 就会在那个展间里面 入口处展出导演蔡明亮 出去走走的影像 镜头下一幕幕三色水影 刀田溪流 引领观众走进宜兰的风景里 一同凝视 以宜兰为基地的田中央 所关注的事业 我们两个其实是一直在 观念非常非常的靠近 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说 这块建筑最重要的 不是建筑本身而已 我的作品 最重要的不是 我的作品被看到而已 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引导 大家知道这个建筑的旁边 有非常宝贵的资源和生态 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要走出去 就像李康生一直在走 本来是一片荒芜的地方 通常被我们产平 盖成高楼大厦 可是我们在盖完之后 觉得说其实最棒的 还是那片荒芜 因为想要把那个荒芜保留下来 所以这是我跟森兰 会很靠近的感觉 设计师聂永珍的作品 假建筑 挑选田中央五件代表作 及两本为其操刀的出版品 将这些建筑及书籍 进行结构后重组 展现立体建筑与平面设计的 转化创意 其实我很喜欢黄老师的作品 但是我不会觉得 我做出来的设计 可以跟他的作品 match到 但是他的作品非常自由 然后我的作品非常工整 但是没想到 就这样一直合作下去 就是我自己觉得 还好是有黄老师那个作品的自由 的这个核心 让我在做圣系上面的工整 被释放出来 而且多了一个不一样的精神 那这件事情 其实让我开启很多新的机会 位在二楼最大展间的Together 以田中央强调建筑是集体表现的形式 打造一座架高阶梯平台 观众可随着导引路径自然游走 在开放的空间状态中 灯高俯瞰或沉浸观赏 那他又是从一个前中央 一个以大家认识的建筑本体 建筑的这个概念为出发 但是要进入当代艺术的这个领域 如何去操作 那中间我们有很多 看起来挺严肃的讨论 我一定要说挺严肃 真的其实还蛮严肃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发觉其实跨域这件事 早就存在于各种领域中 那我们不过是把这所有工作 做一个综合更完整的一个呈现 当然里面会有不同的艺术家 因为不同的创作的特性 所以让这一整个展览 他又结合出超越溢出空间 可以布展之外的各种概念 到展间去观看作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跟过去方代馆 所展示的方式会很大的不同 那尤其是对于观众的身体感 这件事情 我们过去看的这个角度跟经验 或是习惯 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都被打破 我相信这是田中央和其他几位艺术家 长期以来合作的一种默契跟方式 就是他不会固定在某一种形态上 也不会固定在某一个预想 希望发生或是最后的这种结果 超出建筑田中央加七位艺术家连展 即日起到4月23号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 展览期间将举办多场系列讲座 艺术家面对面及展演活动 相亲可上当代馆官方网站 或脸书粉丝专业查看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道 在台北当代艺术家里边的预想 应该有选择 预想